曾经她是娱乐圈的票房女王 她是音乐界最具影响力的男歌手 两人因戏生情坠入爱河 白百合和陈宇凡的结合 被外界称为演艺界和音乐界的株莲闭合 本以为他们可以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可直到2017年著名狗仔卓伟突然爆料女方婚内出轨 一时间白百合一直谈事件 让她嫌妻两母清纯玉女的形象瞬间崩塌 就在众人集体讨伐白百合抛夫妻子的时候 陈宇凡突然发声 称早在2015年两人就已经离婚 所以不存在婚内出轨 然而很多网友并不买账 纷纷觉得是陈宇凡对白百合于情未了 不想让昔日的爱人处于风口浪尖才这么做 就这样白百合被骂了整整三年 直到陈宇凡被媒体扒出吸毒史 才让这背后的一切真相都浮出了水面 在2017年之前 白百合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 具有票房号赵丽的女演员 2011年凭借失恋33天摘下百花奖影后 提名金马奖影后 还拿下了3.5亿票房 2015年主演的捉妖记 24.4亿票房创下了当时华语影坛的新纪录 还提名金鸡奖影后百花奖影后 在那时白百合拍的每一部电影基本上都是爆款 被称为票房灵药 而白百合的演技也是让人有种很强的代入感 眼水像水 每部戏演的都是乐观向上的小妞 性格大大咧咧的白百合身上有让观众喜欢的喜感 小妞电影也被所熟知喜爱 一世间白百合被外界评为40亿票房担当 性价比最高女演员 无公害女星 是玉系女王 小妞电影带 而自一指缠事件之后 白百合顶着舆论压力逆流而上盘山而行 2021年在电视剧听见她说中 白百合饰演一个家庭主妇 这部戏像是真实写出白百合离婚后憔悴的那段日子 生活一度灰色不见起色 被锁在屋子里的她 像是被锁在自责道义局面上 逃不过众人审判 不得不说经历了人生的起伏变化 白百合真的变化了许多 她的实力还是有的 只不过想要更好的发展还是有些困难的 想当初白百合在红毯上也总能让人眼前一亮 她很敢于展示自己 不过也不是没有翻车的时候 一次走红毯时白百合的造型就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当天她身穿一袭透视纱裙亮相 真空上阵的她还是非常迷人的 但选择的纱裙却没有那么完美 尤其当镜头拉近看到她的腹部后 简直是尴尬到有点看不下去 虽然白百合拥有傲人的上围 但这套裙装的胸部设计让她看起来有些下垂 风一吹更是突出了重点 缺点瞬间暴露无余 像两个游泳圈一般 只能说在红毯这种地方 选服装还是得慎重 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就很尴尬了 2019年一个男人闯入了白百合的生活 此人名叫张思琳 是圈内享有名气的导演 张思琳与白百合重逢于一次聚会 两人其实早在中戏时便已相识 曾经张思琳也喜欢白百合 但那时他们都忙于学业不敢轻易尝试爱情 而在经历过婚姻沧桑后 彼此更懂得珍惜未来 2020年白百合带着儿子嫁给了张思琳 自年11月她生下一个儿子 组成了幸福的四口之家 曾在一次采访中白百合对自己说上这样一段话 人生很多时候会出现很多委屈 不能避免也不能对外界诉说 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自我消耗自我和解 没有心脏般大的自嘲很难继续走向未来 拥有这样人生观的她 不负前面三年所遭受的一切磨难 而如今的她也正在慢慢走出低谷期 也变得更加成熟有魅力 但面对镜头时阳光明媚的样子已不在 而是表现得沉稳镇定 面对大众也是审慎的态度 不过岁月改变的是白百合的气场 现在的白百合颜值似乎更高了 岁月的沉淀给她硬刻下了柔美的气质 在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转折后 白百合的气场更强大了 对未来人生也更有自己的想法 而事实证明结束一段失败的婚姻 选择勇敢地走出来也是一种美 对未来人生也更有自己的想法